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佳风云车 进口SUV 如果是我 我会投给这部 Audi 全新的SQ 超棒 我开了4天 开到台中 然后再开到斗六去做工艺 然后再回来原厂接我4天 这个车开了会上瘾 它的底盘 它的动力 我朋友坐在我车上 他说老弟 你这台车怎么 为什么切换车道 坐在车内都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而且时速还不慢 至少是接近这个极限 差不多在110 120的情况下 切换车道 都没感觉 你就知道它的底盘 对驾驶来说 对乘客来说 都觉得很有感 非常稳 我们现在讲售价 SQ它在台湾的售价是 就一种等级 就是360万 它的最大的马力是354匹 最大的扭力是500牛顿米 它这一颗引擎 基本上它的动力 我觉得最佳的表现 应该在3000多转以后 接近4000转 其实它的最大扭力 在1500多转就给你的 不过我认为很有感的一个加速 最大的峰值应该在接近4000转以后 在高速公共行驶的时候 基本上它的八速的手支牌变速箱 表现非常棒 顺顺开甚至微微的加速的情况下 它的转速都不会超过2000转 都差不多在1000多转 其实它就可以给你 非常充沛的一个动力表现 只有当你在深踩一些油门的时候 它才会拉到2000多转 所以这部车其实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当你开在高速公路 你会不知不觉的超速 但你都不知道 如果你没看表的话 因为底牌很稳 因为转速不高 整个加速过程非常顺畅 就是开一开奇怪 不小心看那个表 哇 怎么已经130几了 然后再赶快降速 这个是在底盘好的车 所带来的一个 在开车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缺点 会让你不知不觉的超速 好 那我直接来分享 我的一个试驾心得跟重点 如果今天预算上不是考量 我绝对会推荐这部SQ 因为它真的超棒 它的引擎没有问题 V6 3000cc 动力非常不错 那最大的扭力峰值 在事先转以后 我刚刚讲过 然后在变速箱的部分 换挡的顺上性 直接感 还有在低速的时候 它不会像一般的 这个所谓的自首排那种顿挫 它有些微一点点 但是呢 我觉得它把它调得不错 它有自首排的直接感 但是呢它却拥有 这个手自排 自排变速箱的一个顺畅跟平顺 我觉得它结合了两者的优点 笔盘的部分因为Quattro 所以呢我刚刚讲 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 高速切换车道 有够稳的 一点都不会让你觉得好像没有信心 开这个车真的是非常轻松 你就会觉得整部车就贴在地面 主被动安全的部分呢 在SQ身上呢 是完全的标准配备 像这个所谓的ACC自动跟车 主动式的车道偏移警示 都会预警示防护 这些呢全部都是标准配备 包含像车道变换辅助 后方来车警示360度 环境自动停车等等 这些我们常讲的主动安全 它都有 但是呢 有一个缺点 我跟各位讲 第一个因为呢 它的车子的360度 前后左右呢 它的一个 侦测的范围 其实稍微有一点广 所以呢比如说 当你要停车 进到停车场 或者是你要倒车 这个路边停车 或者是倒车入库的时候 那个嗶嗶嗶嗶 那个前后左右来的嗶嗶嗶嗶 我昨天在我老婆 我老婆说哇这个车怎么这么吵 我说其实不是吵 因为它一直在侦测 以最接近完美的状态下去 去侦测前后左右的一个车况 另外一个呢 前天我被这部车稍微吓到 因为我要倒车的时候 我的左后方 我有看到一棵树 那那个树呢 就垂着这个树叶下来 那这一坨 这一串树叶呢 就在我的车尾的左后方 还蛮接近的 但是因为呢 我知道是树叶 所以你碰到也不会怎么样 但是它侦测到了 但是我就在倒车的情况下 越来越近 它突然给我一个紧急刹车 我想说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我想说没事啊 有小孩吗 哇这个车的主动安全真棒 但是你看根本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就怀疑 应该是那一串树叶 它侦测到了 所以呢它就自动停车 这个以安全性来讲是非常棒的 如果你真的是有360度 你都漏看了 后面突然有个小朋友突然跑过来 有个什么阿嬷推的手推车 这个绝对非常安全 自动帮你刹停 所以应该这样讲 非常的安全 但是缺点是 如果你有一天被这部车 开着这部车 被这个刹停的动作给吓到 不要怀疑 一定 它一定有侦测到某一些东西 这个是在主被动安全方面的心得 我们来看一下SQ5的内装 这个价格先不讲了 但是它呈现给我的 不管是视觉上 质感上 用料 还有整个驾驶的一个氛围 科技感 我觉得都非常的出色 我们先讲这两张椅子 它是跑车化的座椅 所以坐起来当然包覆性不错 这第一个 第二个舒适路弹也有 而且它采用双材质的布料来处理 而且中间这个是 Akentara的GP Akentara 非常高的 好了 那再来就是电动调整的部分 还有这个大腿 手动的一个支撑 我觉得表现非常棒 前方的方向盘呢 三幅式的 那可以做这个前后 还有上下的一个 大幅度的一个调整 绝对可以调整到 你喜欢的一个驾驶的姿势 前方的仪表板呢 是Audi非常这个引以为傲的一个 12.3寸全数位化的一个虚拟仪表 这个仪表上呢 它透过软体来写 然后呢在视觉上的一个呈现 所以呢不管是 你所有的功能 影响的功能 导航地图 引擎转速呢 所有的资讯 全部都数位化 呈现在这个萤幕 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方向盘 左边这个按键呢 去做调整 看你是要全部都是导航 然后呢中间 或者是中间有转速表 然后很热血的一个模式呢 都可以依照你个人喜好去做调整 这个虚拟座舱仪表 超赞 中控台上方呢 也是一个大尺寸的萤幕 不过它没有触控 很多人 像我那天我爸就问说 哎 三百多万的车 这么大的萤幕说没触控 它在那上去 它按了半天就说 是那不能上去 因为我现在看到的萤幕 就很自觉的就会去按 其实呢我后来想一想 我觉得这应该是 Audi故意的 不是说它要省这个钱 因为呢 当你在开车过程当中 你想要去按 你的视线 跟你的专注度 就会分析 你可能就会跑到这个萤幕上来 所以我在猜 我个人猜测了 Audi可能就是故意不让你触控 你可以专心的开车 那你要操作这个萤幕内的功能的话 你就透过方向盘上的这个旋钮 去操作就好 或者是透过下方的这个飞梭旋钮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故意的 好 那在这个萤幕里面呢 它当然内建了很多功能 比如说有地图啦 导航啦 电话媒体 广播声音 车辆的设定等等 然后它的一个Driver Select 行车模式 加上个人的话 总共有六种 那这个行车模式里面呢 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 你喜欢的一个 车辆回馈给你的一个感受 那另外呢 它也支援了这个CarPlay 像我是用iPhone的 所以我接上去之后呢 我就可以享受这个 CarPlay带给我的一个功能 所以任何在操作上 使用上的我觉得都算非常的完美 然后呢 中控台的上方 还有在这个马鞍的这个周围呢 都有透过这个碳纤维的材质来做点缀 下方是双驱的恒温空调 然后呢下方的按钮有这个 引擎自动起壁 巡进防滑 自动停车等等 还有陡坡缓降辅助 好再往下看呢 有个TouchPad 这个TouchPad你可以手写 不过我觉得功能 这个功能老实说蛮多余的 我开了这四天 其实基本上都用不到 而且现在 Audi它也发展自己的语音控制系统 这个系统虽然 不是那么准 你可能还是会用iPhone的 不过至少 我觉得有在进步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TouchPad 有点多余 好那排档杆呢 就是一样有手自排的一个功能 好再往下 两个自备架 还有USB 还有中央扶手 所有的驾驶商前座 都没有太大问题 都非常棒 但是后座的部分呢 有两个缺点 第一个椅背的角度稍微有点力 而且它椅背没有办法做角度的 任何调整跟倾导 所以后座坐起来呢 它的舒适度稍微有一点点扣分 再来呢 通常在前方的椅背 应该会有一个口袋 不过它没有 我觉得都已经买到300多万了 怎么会没有那个口袋 让我想放个东西都没得放 好最后我的结论 这个车超赞 只要你预算没有上线 没有考量的话呢 这部车非常吸引我 它的整个驾驶感受 动力的反应 底盘的表现 主被动安全 没有话可以讲 也没有地方可以挑剔的 有人说上市SQ7也不错 确实 SQ7那颗引擎的反应 比它更直接 接近零磁质 因为它有第三颗的电子涡轮 但是呢 毕竟SQ7的尺寸大一点 我觉得以它的车身尺码 车长4米6 轴距2米8 不管是在像台北这种市区代步 我要上山下海 我自己开 就算在着家人 我觉得也都相当够用 有空去看一下 你就会知道 我讲得很 它的底盘表现有多好 我是林老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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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